修心是真正的改变,万念皆由心起,无论善念、恶念,它都是从心里生出来的。 一个人的心地善良,他脑子里生出来的善念会比较多。 善良的人,他经常会有善念生出来,这是因为他的本性善良。 心地恶的人,他经常会有恶念出来,这是他本性为恶。 本性恶的人,这种人就是缺少良心。 我们修心就是修复良心本性,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善良。 善良的人是因为有良心,良心就是本性。 本性就是良心。没有良心的人就是没有本性。 修心就是修正本性,心是我们人的善恶根源。 一个人从懂事开始就经常做坏事,经常做伤害他人的事情。 这是因为他的心性本为恶,经常做恶多端的人,是因为他的心有恶的根源。 我们修心也是在修本性。 心是我们的因地。 所有善的,所有善的,恶的,是从因地生出来。 因地就是缘起。 缘起的心是善的,最后就会有一个善果。 这个因地要靠你不断地修正,把这个因地改变成一个善的因地。 你才能让这个心的善念生出来。 因地修得好,你把这个良心本性打造成一块儿良田。 经常播种好的种子,你才能有丰盛的果实收获。 心是我们的本源,我们要让这个本源保持干净。 不被世间的名利所侵蚀,不被虚幻的世间所迷惑。 我们就要守护好自己的心。 我们不但要守护好心,还要让佛法的光芒照到心中。 一个人肯改变,他会抓住每一个能令他改变的机会。 这种是有智慧的人。 比方说佛法,很多人就是在他看不到人生的希望时, 他情愿选择相信佛法,选择相信菩萨。 因为他一念的转变,最后他得到了菩萨的慈悲救度。 所以一个人想要改变,一定要先改变自己的心。 有些人到死都不肯改变自己的心,最后等他走掉以后, 他还有什么,什么都没有了。 比方说,有的人身体已经生了癌症,他还不肯改变自己的心。 嘴巴还要乱讲话,他还要拼命讲这个不好,那个不好, 这种人真的很傻,不肯改变自己的心。 以为讲别人几句就能改变什么,什么也改变不了。 反而还会让他自己增加更多恶口的业障。 这些业障会让他走得更快呀。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大家要懂因果。 菩萨说,众生无名,无名的心会给你增加很多无名的业障。 所以我们学佛后,要破除无名心,要断除愚痴心, 用一颗智慧的心活在人间。